现在我们两个在哈尔滨 我们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下边 如果说全国教堂最多的城市是哪 那么哈尔滨肯定榜上有名 而在哈尔滨诸多教堂里 圣索菲亚大教堂可以说是最出名的一座 我们到了哈尔滨前往酒店时 就路过了圣索菲亚大教堂 就是那一撇就深深的吸引到我了 于是办好入住放下行李就匆匆前往了 可能是设计师的通病 巴洛克 洛可可 哥特 拜占庭都深入骨髓 而眼前的这座拜占庭风格的建筑 也带给了我极大的享受 接下来咱们就好好地聊一聊 这座世界上只有三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这座教堂坐落在哈尔滨道理区 赵林街和透龙街的交口 在这儿插句题外话 我发现哈尔滨好多街道 都是用民族英雄来命名的 比如赵林街 静语街 上智大街 伊曼街等等 还有很多以英雄命名的学校 我想没有什么把英雄名刻在一座城市的记忆里更重要了吧 说回圣索菲亚大教堂 它是1907年沙俄修建中东铁路时的一座随军教堂 后来经过多次重建 经过俄国建筑设计师科亚西科夫设计 最终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这座教堂通高53.25米 建筑面积721平米 中央主体建筑的大穷龙顶是典型的拜占庭风格 从航拍的画面来看 教堂的平面是一个东西方向的拉丁十字 这是最标准的教堂知识 四周的墙体全部采用清水红砖 虽然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斑驳而有韵味 那么教堂内部又是什么样呢 进入教堂内部墙面更为斑驳 向上看教堂的穹顶更加宏伟壮观 四壁的宗教壁画显示着它曾经的作用 如今的它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展厅 展览着有关于这座城市的画作 让人惊喜的是 在中央大厅的唱诗台上还有音乐演奏 台下也坐满了观众 可以看出槟城人的艺术造诣 虽然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曾经杀俄入侵的历史产物 是那段屈辱历史的见证 但是哈尔滨的仇恨远不止这些 如今的大教堂可以带给人艺术的享受 可以算得上中国最美教堂之一 也成为了哈尔滨地标性建筑 失败这些人来哈尔滨必打卡的地方 只要我们铭记历史 在享受美的同时 还记得赵上志杨静宇这些先辈英雄 足以你们说呢